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人月神话》 《人月神话》从书名上看 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一本魔幻小说 但事实上这是一本畅销了四十多年的 软件工程方面的项目管理书籍 《人月》这个词的英文原文是man month 而不是表示人与月的human and moon 这个词组是一个考察工作量的度量单位 一个人月 也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能够完成的工作量 在软件工程管理的场景里 我们经常用这个项目需要多少个人月 来估算任务量 如果工作量更大 也可以用人年为单位来衡量 本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 是美国一位大名鼎鼎的软件工程师 他是美国首届计算机先驱奖获奖者之一 在只有29岁的时候 他就主持与领导了IBM的360系统开发工作 360系统是人类第一代计算机的系统 这一系统的开发成功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信息时代 正是在这一系统的协助下 美国太空总署建立了数据库 完成了航天员登陆月球计划 360系统的开发成功 让布鲁克斯名造一时 1999年 布鲁克斯又获得了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项 图灵奖 上世纪的70年代开始 他开始撰写文章 讲述在软件开发中 如何进行更有效的项目管理 其中有一些名篇 比如说《没有银弹》 《外科手术团队》等等 至今被奉为经典 后来他将这些文章集结整理 出版了这本《人月神话》 《人月神话》首次出版于1975年 但是直到今天 本书的核心思想都依然适用 被誉为是项目管理的圣经 接下来我将分为三个部分 为你讲述这本书 第一部分 什么是《人月神话》 《人月神话》反映出项目管理中 怎样的难题呢 第二部分 如何处理《人月神话》带来的难题 更有效的在软件开发中 进行项目管理 第三部分 《人月神话》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正如作者所说的 没有银蛋 这是为什么呢 我会在后文当中为你解释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什么是《人月神话》 《人月神话》反映出项目管理中 怎样的难题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 《人月》就是一个人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完成的工作量 但是仔细思考一下 你会发现 《人月》这个单位的设定 其实混淆了工作量和进度 这两个概念 因为这两个因素 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相成的关系 作者用了一个孕妇生孩子的案例 很生动的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孕妇生一个孩子 需要十个月 那么为了加快生孩子的过程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十个孕妇 在一个月里就把孩子生出来呢 显然啊 不行 同样的道理 很多软件项目管理人员总是希望 通过加入更多人手 来加快软件工程的完成进度 比如说一个工作量 为十个人约的项目 如果只有一个人做 那么需要十个月才能完成 软件工程的管理人员啊 想一个月完成 于是他就觉得 那只要再加入九个人 那么这十个人就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项目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因为软件工程的各项工作之间 往往有一个前后成绩的关系 得完成一项才能进行另一项 加进来的人手并不能马上就开展后面的工作 所以想要通过增加人手来缩短工程时间 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人员神话所反映出的 是软件开发在项目管理中遇到的难题 管理人员因为盲目乐观 对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困难 没有充分的认识 在计算项目的工作量和交付时间上 采用了错误的计算方法 忽略了细节对整体的巨大影响 这就很可能导致项目延期 比如说很多工作路径上的事情啊 是无法分解的 往往只能一个人完成 即使说有些工作可以拆解 但是一个人做事情 跟很多人做事情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工作的时候 需要的沟通很少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人一多 那就得需要持续的沟通交流 需要了解彼此的工作习惯和工作内容 然后这些人才能团结协作 完成同一个目标 这就要花许多时间去开会和交流 那再加上新员工可能还要培训业务 这就又要增加项目的时间周期 再比如说 研发和软件设计人员 大部分都是有着洗心研究的习惯的 他们往往对新事物很有兴趣 学习了一个新技术 就要在当前进行的软件项目中做实验 而这些新技术 很可能跟当前的项目没有任何的关系 于是当前的项目就成了他的试验田了 因为对新技术的可靠性和实现细节没法把握 出了问题之后不能马上解决 那就得花费时间去查找原因 寻求解决方案 这些都会增加完成项目的时间 可是这也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 因为只涉及到程序员的具体工作方法 也很难从管理上杜绝 归根究底 软件行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行业 团队中人员数量很多 角色也很多 咱们以当前互联网公司中一个典型的技术团队为例 最小的工作单元里 就起码需要产品经理 交互设计师 前端开发 后端开发 架构师 测试员等等很多角色 这些角色之间使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要让这样一群人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 流畅的沟通是必须的 而要达到流畅的沟通 一段时间的磨合期是必须的 所以如果认为团队中所有的人都一样聪明 交流的语言都一致 那这就太低估组织管理的难度了 那么这些情况难道没法改善吗 其实整个事情也没有悲观 作者在书中通过多篇文章 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方法和举措 帮助我们靠近这个神话 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 首先作者建议以小团队的方式开展工作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 如何更有效的组织团队成员开展工作 是项目管理人员要重点考虑的事情 作者提出了一种着有成效的建议 也就是以类似外科手术团队的组织结构来开展工作 那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方式来开展工作呢 作者从团队对员工效率的影响说起 调查表明 最好的成员和最差成员之间的工作效率的差异 是10比1 这其实就跟乔布斯说的 一个优秀的人 可以顶得上50个平庸的人 是一个意思 那既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优秀 那么管理者该怎么办呢 作者认为 应该让优秀的人 作为整个团队的核心来开展工作 团队中其他人 各司其职 作为辅助来完成整体工程 这就是外科手术团队的奥秘 也就是以主刀医生为核心 其他的像负责助理医师 麻醉师 护士等人 都是为主刀医生服务的 大家各司其职 集心协力 从而保证手术可以顺利完成 这个思路 反映到软件工程管理上 那就是首席程序员或者是架构师 充当着主刀医生的角色 而团队管理者充当副手或者服务人员 其他的团队成员则分别负责单元代码的编写 功能单元测试 文档管理 工具开发 以及技术专家支持等职能 即使整个项目团队人数庞大 那只要根据工作边界 将大家划分到一个个类似外科手术队伍 那样的小团队当中去 就可以保障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的效率提升 其次呢 要进行行之有效的沟通 记录电话会议的内容 定期召开统筹项目进度的例会 对数据结果进行监督和全员反馈等等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促进沟通的手段 但是呢 除了这些之外 本书的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两点 一个是使用产品文档 第二个是手把手带的沟通方式 所谓产品文档 就是记录了产品所有细节信息的文档系统 包括产品要满足的需求目标 研发进度 成本控制 人员安排等等 文档是一个产品经理必备的沟通工具 一个好的产品文档 可以帮助团队的每个人迅速整理思路 进入团队合作的状态 越是大规模的团队 越是需要充分利用这一工具 那到今天 可供使用的产品文档编辑工具 已经非常多了 比如说思维导图 在线协作编辑器等等 不过尽管产品文档非常的有效 项目管理人员仍然是需要认识到 在一些情况下 你只有手把手的交团队成员 如何做 怎样做 这才会有效果 那为了说明手把手交的必要性 作者讲了一个卖收银机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说有一位年轻的收银机销售员 这上班第一天就满怀热情的 拉着一车收银机上路了 他工作非常勤奋 但是还是一台收银机也没卖出去 这个销售员已经掌握了基础的营销话术 他的培训课程也完成得很优秀 因此 面对这样的结果 他十分的沮丧 觉得似乎无能为力了 他的销售经理听完汇报之后 说 走 帮我抬一些机器到我的马车上 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销售经理身体力行 亲自演示如何正确的为客户摆放收银机 更有效的让用户了解收银机的功能 很快他们就卖出了几台收银机 本书的作者受此启发 将手把手带员工 作为了一项日常工作方式 后来证明这样做是很有效的 作者提出的第三点项目管理建议 是防危杜鉴 为此 他提出了很多具体可行的建议 软件工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 这种复杂度 对效率的影响是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 但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好像前一阵子 微博上某个人说 特斯拉汽车 其实就是一堆电池绑到一起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其实这种说法只能表明 这个人很无知 或者说他不懂我们在说的 复杂度与效率这个问题 虽然说一颗五号电池 从技术上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高精尖产品了 但是将七千颗这样的电池 组织到一起 让他们为特斯拉汽车的行驶 提供驱动用电 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很多的 包括散热 隔离 甚至爆炸等等 都需要一一处理妥当 总之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相加的项目 规模化的过程中 要处理复杂的研发问题 因此项目管理人员 一定要认识到 防微镀件的重要性 对于项目执行中的延迟和意外 要有充分的警惕性 所谓千里之低溃于乙学 很多项目的延期和失败 其实都是源于一个个 很微小的延迟和意外 这些微小的延迟和意外 本身确实没有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 工作人员的侥幸心理 才是最致命的 当大家都觉得 这种小错误无所谓的时候 这些小错误和延迟 就会聚杀成塔 集业成球 最终造成整体项目的延迟 为此作者也提出了一些 很有前瞻性的建议 第一个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 要设立一些关键的节点 作者称之为里程碑事件 一旦有了目标 项目团队成员 就有了明确的目标 可以前赴后继 想方设法达成目标了 里程碑事件执行的关键 就是在于保证百分之百的完成度 还是举个例子 现在大部分程序的开发工作 都是在一些原代码的基础上 开发完成的 很少有完全从零开始的 因此如果是用百分比 来衡量一个软件工程的编程进度 可以说编程工作很快就能推进到 一个百分之九十完成度的水平 接下来就是反复的调试和修改 于是项目会在百分之九十 到百分之九十九的进度上 徘徊和停留 直到最后 负责人签字认可 可以对外推出一个产品版本 这编程工作才算是百分之百完成 因此清晰的里程碑事件 是无法含混过关的 那么里程碑事件由谁来界定呢 一般来说是项目管理者 甚至可以说 这是项目管理人员的一个核心工作 第二 为项目设立一个专门的规划和控制小组 在跨团队协作当中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某个工作组的工作出现了延迟 跟这个组有协作关系的部门会觉得 反正不是我的事啊 延迟了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往往是团队之间 开始推卸责任和出现隔阂的开端 那为了避免这种团队之间扯皮 作者建议 一些重要的软件工程项目 在立项的时候 就可以设立一个规划和控制小组 这个规划和控制小组 主要行使监督和管理项目进程的职能 控制小组 不是一个长期的独立团队 但在软件开发过程中 可以管理每个团队中的项目相关人员 他们可以通过之前规划时候确定的明确目标 以及下一个里程碑事件 对相应部门和团队进行监督和相应工作的检查和汇报 帮助主要的项目管理人员获取项目的最新进展 第三个 项目管理人员必须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 那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因此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尽可能的灵活设计 比如对程序进行模块化的设计 提供可以扩展的程序函数和接口 每一次变更都使用版本号进行记录和区分等等 最后为了避免项目延迟和失败 要尽可能的提前集成测试 因为软件项目或者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付的 单独一个模块或者功能没有问题 对整体没有太大的意义 只有尽快集成 尽快看到整体的测试结果和系统反应 那才会知道现在的项目状态 从而知道如何改进 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好的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小团队让我们的沟通更加高效 文档 会议 手把手的传帮带 让我们的沟通得以延伸 再配合着防危杜件的项目管理意识 就可以解决人月神话困境中的大部分问题了 为什么说只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呢 因为人月神话中的一些问题 根源在于软件工程本身的特性 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这就是本书当中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没有银弹》所讲述的问题 什么是银弹呢 银弹也就是银做的子弹 那在西方的传说当中啊 为了能够杀死狼人这种可怕的怪物 必须使用白银做的子弹才行 在这里呢 银弹是指一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招数或技能 作者说在软件工程管理上没有银弹 那意思呢就是说 软件工程的项目管理中 总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 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从头到尾一帆风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者从两个方面解释了原因 其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太快了 想象一下吧 从房子大小的第一台计算机面试 到今天的有的电脑已经做成了U盘大小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计算机技术的硬件与软件 都有了迅速而巨大的发展 为了不被新技术抛弃 工作人员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技能 同时也要应对社会中其他因素 带来的软件需求变化 每一次的新技术学习 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其二 软件研发本身的内在特性 也制约了软件工程的进展 作者用四个词概括了这种特性 复杂性 一致性 可变性 不可见性 这些词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来跟你一一的举例说明 首先咱们说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既表现在用户需求上 也表现在技术研发和团队管理当中 软件开发需求本身是有复杂性的 比如说用户想要一个什么软件产品 很多时候他自己是描述不清楚的 大多数用户只是说 我想做个APP 帮我开发一个新的财务系统 但是要真正的理解用户要什么 然后把这些用户需求详细的梳理清楚 交给架构师和软件研发团队 去设计和实现 这整个的过程是很复杂的 要牵扯到很多不同角色的人 比如说需求分析师 产品经理 设计师 交互设计师 架构师 还有各种开发工程师等等 之后如何将这些人组织成一个团队 甚至多个团队 去协作完成整个软件系统 这也是很大的挑战 这就到了第二个复杂性 组织管理的复杂性 这个其实不是单单的是 软件工程要面对的问题 其他商业领域也存在这种难题 复杂性的第三个表现 就是计算机本身的复杂度 操作系统 编译器 设备驱动 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等等 一个软件工程 往往要涉及多个软件活动 而这些软件活动 又涉及如何获取访问权限 是否要进行网络联动 等等细节的方面 所以你看看 这需求的复杂度 组织管理的复杂度 计算机技术的复杂度 这些都是软件工程 根本困难的来源 复杂度的特性 无法规避 那可变性如何理解呢 其实就是变化 软件工程的推进当中 可以说每个环节 每个时刻都在发生变化 程序员天天埋怨产品经理 频繁地改需求 这个还没写完呢 产品经理就要改需求 产品经理呢 又要应对来自运营的 源源不断的产品要求 而运营也时刻在接收用户 对于产品的抱怨和建议 用户需求在变 业务环境在变 竞争对手也在变 那软件工程能不变吗 这是根本困难 我们无法改变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只能是拥抱变化了 一致性和不可见性 这两点相对来说 比较好理解 一致性是指软件工程师 要面对各种 无规则可言的复杂因素 想通过一个规则 来简化彼此的负担 是不现实的 而不可见性 就是指软件是一种思维的产物 看不到的也摸不到 沟通的双方 只能是通过语言 来表达这一思维过程 这就自然会产生交流 和认知困难 虽然作者说 这些困难是软件开发的 根本困难 无法彻底解决 但是书中 还是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来尽可能改善这种困难 造成的困境 第一个建议是采用新技术 这里的新技术 就是指那些 极大提高了开发软件效率的技术 比如说高级语言 原来要写十行的指令代码 现在只要一到两行 高级语言的代码 就可以搞定 原来要关注很多计算机 硬件层面的细节 现在只要关注问题 如何抽象和表达就可以了 高级语言 在提升软件的开发效率上 非常有效 再比如 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 所谓专家系统 就是在系统里 指定一堆的规则 这些规则 根据领域内 一个或多个专家的 知识和经验而制定 系统由此对输入的内容 进行推理和判断 来模拟人类专家的决策过程 比如说 淘宝或者购物网站上 会给你推荐很多商品 其实背后的推荐引擎 就是一套专家系统 而人工智能可以说是 专家系统的高级版 这几十年 计算机和软件产业 已经积攒了很多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的积累 就可以开始重复训练计算机 去做同样一个事情 进行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 这也是计算机数据积累 对新技术研发的助力 第二个建议 是快速开发圆形 然后再做增量开发 这里的圆形指的就是 软件行业中的产品圆形 也就是指拥有一两项 核心功能的软件系统 我们以打车APP为例 一个打车APP 往往内部有许多功能 比如打出租 叫顺风车 约专车等等 但最开始的产品圆形 或者说不可或缺的核心功能 其实很简单 用户一键叫车 系统后台收到信息之后 直接派车去接送 可以说只要这一个页面 产品的核心功能 就算是实现了 这个产品圆形也就完成了 然后再去增加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第二阶段开始 可以增加司机的接单功能 和用户的线上支付功能 第三阶段 再增加专车功能等等 逐渐的在最开始的产品 圆形上增加新的功能 这些后面增加的功能 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量开发 过去的软件活动 都是一个庞大的项目 从用户需求到产品设计 最后完成开发工作 然后才交给用户 周期最少来说也要一年 典型的例子 那就是微软的产品开发 比如说Windows系统 从Windows XP到Win7 这经历了八年的时间 微软的Office系统 也是往往几年才更新一次 但是这种操作方法 不但复杂 而且失败概率极大 成本投入极高 所以在本书中作者就提出 可以先根据客户需求 快速构建一个产品原型 意思就是说 先出一个1.0版本 让用户先用起来 看看第一批核心用户的反馈 然后不断地用1.1 1.2 这种版本迭代 来改善这一产品 当需要增加重要功能的时候 再发布2.0版本 让产品迅速 而有层次的发展壮大 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的 移动端APP 采用的开发方法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能够频繁地交付产品 给用户使用 既让团队有成就感 也能不断地收获 来自用户的最近反馈 第三个建议是人才 在书中 作者一再强调 卓越的设计人员的重要性 软件行业 其实是一个创造性行业 人的因素 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因人成事的说法 放到软件行业 太贴切了 一个典型的软件公司 其人力成本占到大多数 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一个卓越的设计人员 可以以一当十 甚至当百 所以开始寻找卓越的人 并给他们最优厚的待遇 到这里 今天的内容就讲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总结一下这本书 作者首先提出了 人月神话的概念 与项目管理的困境 然后说明 尽管人月神话无法达到 但仍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无限逼近这一神话 帮助软件开发者 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 那么人月神话 为什么是无法达到的 为什么软件工程的项目管理 永远不可能一帆风顺 这一方面 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 飞速发展 人们不得不时刻 更新自己的知识与技术 另一方面 则来自软件开发 这项工作本身 所具有的特性 所以作者给出了 没有淫淡的论断 并针对性的提出了 改善这种状况的建议 采用新技术 快速开发原型 聘用卓越人才 正如作者说的那样 软件工程 可能是人类创造出的 最错综复杂的一项工作 甚至这种复杂度 还在不断的增加 人们能做的 只有不断学习更新的技术 探索更好的管理方法 好的 人乐神话 这本书呢 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